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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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达到1.5亿元票房便可收回成本 如果按照最终票房10亿元来计算 出平方光线传媒以43%的分账比例获得4.3亿元 利润超过了成本的10倍 而自从太久首映以来 光线传媒两周半的股价涨幅 已经高达49.4% 第一部影片就现在网红传媒 可能快就会突破10分 那这个瞬间好事还是一件比较 我没有办法判断它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后面的结果就是未来 比如说我拍什么别的片子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样的奇迹能不能被复制 我只知道这个电影有可能是被复制的 我是以我跟徐峥的这个接触 对他的了解来讲 我觉得徐峥可以做出比这更好的电影 但他未必一定能复制这么大的商业企业 王长田 光线传媒总裁 电影《太炯的出品人》 曾经的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记者 十几年的媒体打拼之后 成功转型为传媒娱乐巨播 光线这个公司又跟别人不太一样 像目前上市的影视公司都是娱乐公司 但光线实际上是一个传媒公司 刘以伟 著名节目主持人 电影《太炯的策划人》 他曾因主持《天天饮食》 《东方夜谭》而一举成名 后投身影视界 参与制作多部卖作电影 2011年向王长田引荐徐峥 并最终促成了《太炯的诞生》 原来根本就没说去泰国 就是在国内找个地方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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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成泰国以后 然后徐峥导演也遇到很多的 不太顺利的地方 跟这个谈 跟那个谈 最后我说你去找王总 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你这个电影 而且能够满足你的 几乎所有的需求 因为徐峥来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 可我们演了一遍 演了一遍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一个文字的东西 没有故事大纲 没有剧本 然后是还没写呢 就说我给你演一遍吧 然后就是一会坐着一会站着 一会是王宝强 一会是徐峥 那时候还没黄渤 对 没有 然后就整个去演了一遍 我当时一觉得 我一听这个概念 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种喜剧片 就是原来有一个品牌的延续 所以肯定没有问题 那其实就是要判断 就是徐峥干不干得了这件事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徐峥 曾参演过夜店 爱情呼叫转移 等多部影视作品 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活饱满 尤其擅长喜剧角色的演绎 可这样一个优秀的演员 能够胜任影片的导演工作吗 他能够复制诸如江文 冯小刚 尔东升等 演而优责导的大导演们 所取得的成功吗 看一个这部电影了 现在可以从票房来讲 很成功的一部电影 那会不会影响到你以后 就把工作中心 更测试于导演这个方向吗 对 如果其他导演怕我抢票房的话 他们可以找我去演戏 内容都没有疑惑 就是对徐震能不能当导演 但是我是有判断的 我们是一个传媒公司 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在报道 判断 比较了解 传播娱乐界 其实对每一个导演 每一个演员 其实都了解 这就是光线比别的电影公司 强的地方 别人真的不了解 来扎钱的很多 一看穿的那样 头发长点 戴个摸镜就给钱了 对 他们要是来骗我的话 就先装着 我先装着 挺好的 完了之后 其实心里已经有数了 对 所以对他 是有概念的 而且他作为一个上海人 在北方发展 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其实是 我们实际上是有判断的 对 完美交融 对 你很容易就能够知道 就说徐徐徐徐是一个爱惜羽毛 然后他会特别注重自己的信誉 但是他会也注重细节 要求完美 然后相对来说也比较敏感 但是非常有才华 而且这个才华是全方面的 不管是在编剧导演策划 其实都有很好的想法 所以这样的人他不会轻易地提出一个 说这个 去先忽悠一下 就是说等着你来打折啊 或什么的 不会轻易地提出 这样的一个预算 那就是你前面 你觉得他能够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预算 他又不会轻易地 就在那个地方忽悠你 那你就 基本上你就可以决定 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了 同样是以小博大的典范 电影《疯狂的石头》 不但横扫了2006年的 中国电影院线 也率先开拓了 中国电影新的类型片模式 一部无明星 低成本 小制作的国产电影 一跃成为当年的票房黑马 也捧红了编导演 易甘元等 徐征和黄博就位列其中 在影片开拍的 一周还是十来天的 最后还有一个演员 没定下来 然后呢 要想尽各种办法 最后用八个小时的时间谈判 把黄博同志给敲定下来 当场按着签了协议 最后就是完满了 就是这三个组合 就完全实现了当初的想法 其实当时 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徐征始终是觉得应该有个黄博 中国最好的喜剧演员是葛优 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疑议 接下来就是徐征 黄博 王宝强 那当时就想三个臭皮剑还顶不过诸葛亮 对 但必须把他们三个人凑在一起 但黄博也是 其实他是不那么愿意去演配角 因为黄博那时候 正在我们另外一个戏上 对 那个戏还没拍完呢 算这个戏的话 他就会得罪别人呢 什么的 各种因素了 最后当然还是过来了 我觉得非常的完满 后来这个徐征又有办法 能够搞定范冰冰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写了片 写了片 不能说了 其实这个戏也就是来为徐征拍的 他在当时写剧本的时候 他就说范冰 你来演这个戏 我就 把你写在戏里面 我说你要让我演什么 他说你就演你自己就好了 那天跟我讲说 我写了封信 现在还没反馈呢 我说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他说我觉得差不多 你看果然就最后就做成了 所以徐征 他真的是能力特别的强 2012年12月12日 影片太炯上映首日 就取得了3650万票房 4日后就达到2亿3000万 如今票房更是过9亿 超越话题二 成为中国电影市场新的票房冠军 更有预测称 此片累积的票房 很有可能超过10亿 当有戏言 这部小成本喜剧电影 真成了2012年最恐怖的惊悚片 这是哪儿 太热了 我跟徐珍合作这么多年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你也觉得看他台湾 我觉得好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 就咱们看完样片 也就是说两个亿三个亿 谁也没想到会创造这么大一个奇 你觉得他创造奇迹的根本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边呢 有运气的成分 运气这个成分在不同的票房的数额之下的话呢 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如果做到四五个亿 或者五六个亿的时候 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可能占到百分之二三十 但如果说到十个亿 甚至十个亿以上的时候 那运气就会更高一些 不是 我跟你讲运气可能成分更高一些 我觉得应该成为必然了 对 确实有必然的成分 从徐珍这角度来讲 他也不是说你这次你看到他 他忽然拍了成为中国票房最高的导演 他是一点征兆没有吗 他是忽然就走到这一天的吗 也不是 绝对不是 他自己弄剧本 他导演过话剧 他演那么多 又演话剧又演电影又演电视剧 然后呢 他参与影片的创造现场导演 他演在囧图的时候 对 就看到他非常杰出的导演 对 所以他也是一个积累的 这时候一个爆发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此前几年 只有三五部大片会选择在年末上映 而今年的贺罪当 可谓一场巅峰对决 一边有好莱坞的末日狂潮 一边又是金像导演的奇幻漂流 既有幽国幽名的饥荒碑 也有探索人形的历史影域 旅旅听闻 投资规模亿万的大片遭遇滑铁炉 而似乎每年都有诸如疯狂的石头 失恋三十三天 太久 等小成本影片拔得头筹 这关乎电影的传奇故事 每年都会真实上演 让我感到震撼的是 市场对类型片的饥饿成功 那是一股蛮强大的力量 最早是陈可欣跟我讲的故事 说美国有一部电影 叫飞机火车轮船 我没看过 是个老电影 他说你能不能够根据这个 写一个村运的故事 我就写了 很多人也会说 这个跟那一样 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 但的确是用了人家一个套 就是飞机坐不上 坐轮坐火车 火车坐不上坐轮船 但他这个客观规律 我们当时跟徐珍聊也是 就是这个电影要拍成什么样 就是类型化 简单 不能够有太多的 关于导演的 个人情怀 这个我觉得他落实的特别好 一个导演 为什么非要到电影里面 去跟他们讲那么多呢 我们是那家欢乐 如果你欢乐至于 能够看到导演的情怀 那是说明你和导演达成了默契 但是一个导演没有权利 也没有资格要求几千万人 都给你达到那种默契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在制作上面 他充分掌握了喜剧的规律 然后又把这些规律 变成一个生动的电影语言 就是当我在电影院录演的时候 我看到扫地的阿姨 在那里拿了把扫子说 你这个电影很厉害的 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还有说我今天晚上 我要叫我爸妈去看一遍 还有我看到有人在微博上说 他妈跟他说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太久了 这个就是说 让平时不看电影的人 因为他形成了一个 关注度和热点 他想到电影院里面 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投资高达6亿的精灵十三差 亏损3.6亿 该片最终 也令合作了10年的张艺谋和张伟平 分道扬镳 沉积19年的1942 也因为题材过于悲情 亏损达1亿 更惨的是1942的亏损 导致华语股价连续暴跌 市值蒸发数亿 你看今年1942 那确实是给制作公司 造成很大的压力 如果说你有吉他片 能够平衡的话还好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这公司怎么办呢 平衡就是这边多 这边少叫平衡 对 今年这太久 一下子弄了那么多 是不是下面可以拍一些赔钱电影了 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误解 说你看是谁谁 人有钱 人是搞煤矿 或者搞房地产 人根本不为了挣钱 人为了捧一个女演员 或者就为了买一个品牌什么的 说我根本不指望挣钱 我说全是胡扯 没有一家电影公司进入这个行业 不想挣钱的 其实我做这个行业做这么多年 因为我做主持人 认识人也多 很多卖煤的 卖房子的 都说 你来 我给你投点钱 你看我从来不跟他们合作 他不把当产业做 经常会 投一半他不干了 或者投了他就觉得说 不对 怎么会那么贵 他不了解这个行业 其实也都是想赚钱 只不过说 对外赔了的时候 他就说 我还不在乎赔 谁没事干 往里面去 就赔着玩 对不对 所以不是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笑话 就是说 一个老板赔了一个亿的 就问另外一个老板 说 我已经赔了一个亿的 你告诉我怎么办 那个老板说 兄弟慢慢赔吧 我已经赔了十个亿了 后来都退出了 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 其实中国电影局统计 每年差不多要拍600部左右的电影 真正能够上电影院的 只有20% 120 多一点 多一点 150到200部 原来是100多部 现在 150 好多一天 对 一直有 对 而且这个150部 能上电影院的 也只有20%不赔钱 光线从六年前开始做电影 一直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 但从生意角度来说 他们的片子却是很安全的 这得益于他们作为发行公司 长期建立起来的 遍布全国的媒体网络和发行网络 这也是传统的电影发行公司 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全国70个主要的高票房城市 光线都有专人助手 对于全国各地 南方北方的市场 都有着清晰的把握 而此次太炯的成功 也得益于多年建立起来的畅通渠道 延期下线的策略 也助力它取得更高的票房 最早的时候 大上海是说是12月6号 我们觉得特别好的档期 我当时我见着人就说 我说这个档期太好 我们能不能放在这个档期 后来做不出来 正好大上海又挪到了22号 我们就说16号做不出来 我们12号能不能做出来 其实我给你打过电话 对 就是能不能提前 但是我们真是 我真以为片子都做完了 我不知道学生 还有 主要是音乐部分 对对还没弄完 其实要弄完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市场已经 给出了反馈 有一部好电影 但是相对压抑 有一部电影大家不爱看 其实那个空间非常大 所以就这样 我们就调到了12号 然后调那几天很胶左 心里很胶左 而且当时还有特别害怕一点 就是说别人也调 好在别人没调 所以就顺利成长 我们就到了这个位置 证明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现在就想 我如果没调的话 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会怎么样 我们很有可能 把这个片子弄到28号上映 除了对市场和票房的敏感认知 以及及时出台的临时调整措施 此次太炯大卖 也离不开股东的大力支持 业内人士甚至这样说 现在太炯已经不需要营销团队 去做市场了 所有光线传媒的投资者 都已经自动参与其中 网络宣传 制片公司 投资机构的共同演绎 使太久变成年末资本市场上 重量级的大片 当时我们的判断说 我们比他们那几个片都会好 这是我们内部 我们一直没敢对外说 不这个 你知道吗 因为像我们都有机会 提前看到电影 对 提前看完电影以后 我也做过一些 我也跟你说过 做过一些询问 都认为这个是好的 对 这个是没问题的 初指导筒便取得如此佳气的徐征 显然还没有适应 媒体的狂轰滥炸 同是贺岁荡 常盛将军的导演冯小刚 也发来祝贺 待机交替 无时无刻不因为市场的抉择 请起一批人 又推倒另一批人 徐徐征能否成为下一颗璀璨的新星呢 今天今天您成功以后 很多人都感觉看作 逢早的那个接班人 然后给说那个 其实 我觉得我还 就是谈不上成功 因为在导演这块 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就是我现在很怕 就是大家用票房 来衡量一部电影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用票房 来衡量一部电影的 一部电影的成功 不仅仅是通过票房来成功 当然现在我可以说 我们是一部票房很高的一个电影 但是如果我要做导演的话 其实跟这个事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那您怎么看待中国视频的 下一部的走向 就是它的2.0的时代 您觉得应该 做类型片 类型片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再去看到后面的品牌 也是充分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移动计算 然后呢这个 比如说从最早的三个半小时 到两个半小时 到118分钟 到109分钟 在这个过程之中 剪掉哪些东西 留哪些东西 节奏怎么调整 都是要经过计算 你比如说他这里面 他留了一些 这个比较安静的 感人的那样的一些画面 你比如说放那个孔明灯啊 比方在公路上啊 他这个走在前间啊 他都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安道理来说 不是实际效果 对 放进去之后 或者你就发现就徐正在这方面 他就想到很清楚 不用再挥手 前旁道路 我们一起走 老朋友就是一不就 越喝越长久 老朋友是几分牵挂 几分担忧 老朋友是几分牵挂 几分担忧 因为我们 老朋友是几分牵挂 几分担忧 因为我们 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 朋友 不要 朋友 吗 我 不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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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